上节说到在巴蜀腹地的行经县高山庙意外发现了一座中原形制的墓葬 这和巴蜀人的墓葬形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没想到呢 复原墓葬里出处的碎陶片 他们看到的隋葬品上绘制的竟然又是巴蜀人的图腾 凤鸟的形象吗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 如果从墓葬形制推测呢 这应该是一座外来族群的墓葬 可是在外来族群的墓葬里边 为什么又有巴蜀人的图腾呢 一时之间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中原人还是巴蜀人 谁都无法做出判断了 那么墓葬出土的隋葬品还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 来看这个 这是复原的另外一只桃壶 壶身腹部画着一头家畜 家畜的身后则是一位放牧人 这又代表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 这应该反映的是当时的农耕生活场景 但是有人认为 从更深层次来理解呢 凤鸟代表的可能是这座高山庙墓主人的祖先 而家畜或许是他们活在人世的重要家产 有凤鸟 有家畜 这种推测好像又有点道理 不过问题又回来了 如果墓主人的祖先就是巴蜀人 他们也生活在巴蜀腹地 放牧耕作 繁衍生息 并没有离开 那么他下葬的墓葬为什么要采用中原形式的土坑 墓果墓呢 所以 这种推测也不能成立 而要想找到答案 你还得发觉吧 可就在此时 考古队发现了不愿意见到的一幕 看到什么了 清理墓葬他们发现 棺果不在墓葬的中间位置 它发生了偏移 在考古发觉上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这个发现对考古队员来说打击不小 因为以前很多墓葬因为被盗啊 最后就成为了永远的秘 我来尽力来说打击不小 我来尽力来说打击不小 那时候我开始打击不小 我来尽力放弹 我来尽力放弹